同时也在同黎巴嫩的边境展开地面入侵模拟演习 无视国际停火压力的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 到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强调将继续作战 内坦亚胡说将全力攻击真主党直到达成所有目标 让美国居民安全回家 美国白宫则坚称相关的停火协议是在同以色列协调之后才发布的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说内坦亚胡拒绝停火是错误的 同时准备要求联合国安领会施压 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则批评以色列摧毁卡萨 导致当地已不适合居住 阿巴斯还说这些疯狂的行动不能再继续下去 日本辞政党自民党今天将会选出新党魁 成功当选者也将接替岸田文雄出任日本新任首相 投票已经结束 目前进入计票的程序 结果预计将会在本地时间傍晚出炉 党魁选举在一个小时前举行 9名候选人陆续抵达现场 符合资格的代表们逐一上台投一下手中的一票 日本媒体报道 这次的选举主要是出现三强鼎立的局面 前国防部长石破茂 前环境部长小泉静次郎 还有经济安全保障部长高士造苗 三人的支持率都不分上下 然而这次的选举 参选人数多达创纪录的9个人 预计没有人能够在首轮投票中胜出 投票最高的前两位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决选 有分析认为 被视为是已故前手下安倍的门徒高士造苗 近来的支持率也不断地上升 可能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 而另外一位备受瞩目的候选人 是43岁的小泉静次郎 获得包括前首相菅义伟和斯西郎等自民党大佬的支持 有望成为日本最年轻的首相 巨风海伦以四级的状态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 不简行造成三个人死亡 佛州 加州和佐治亚以及弗吉尼亚四个州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海伦登陆之前所带来的强风豪雨 使佛州超过120万户家庭和公司断电 燃油和天然气供应商预计 将会面临短供应短缺的问题 风暴海伦在加勒比海沿岸迅速增强 还没登陆就在美国时间星期四 为当地带来狂风暴雨 佛州交通摄像头拍摄的视频显示 摄像头受到大风影响不断摇晃 海浪则拍打着高速公路 一些道路被淹没 靠近墨西哥湾的金银岛 街道上汪洋一片 社区变得格外冷清 气象预测 飓风海伦风速可能会高达 每小时251公里 引发高达6米的海浪 当局呼吁 飓风陆进沿线 沿海地区的居民 在风暴潮到来之前撤离 有民众趁着风暴来临之前 做好准备 有的居民则无视警告 冒险地站在岩石上 与海浪自拍 场面惊心动魄 日本一名88岁的死囚 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冤语之后 被判无罪释放 广告之后去了解 这些案件的来龙去脉 会说会笑 你的问题 他能解答 如果有一个阿姨或是阿姨 说我要搭巴斯269 怎么去用269键 从你所站的地方 是会跟你讲 是到底怎么走去 Where's the best chicken rice in Singapore I will be following to one Wow 前线追踪 今晚8点半 发频道 你也可以上MeWord 免费随心选择更多 前线追踪视频 您是武士吗 请教我武士知道 你身为武士 关键在于是 像我的招牌日式招烧酱 和多吃纯牛肉 其次你还要勇于 太索 没错 最香煎蛋的美味 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先吃为敬 全新的香煎蛋武士汉堡 いただきま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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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新的一切 Direct Asia 时间紧迫 选择I am bread 手撕机 快速 爽便又简单 多种口味 任你选择 I am bread 让你的早晨 轻松又美味 During my period my sensitive skin needs natural and gentle care Sylphie Hadamoy Organic made from 100% organic cotton long hours dry comfort for my skin cantle care for a sensitive skin hada omoi organic sofie Nippon paint orderless Wu Qiwei Nippon paint Nippon paint Nippon paint orderless All in one 新加坡最受欢迎的油漆品牌 2 is better than one with pizza get two pizzas for just $20 that's 66% off delivery or self-direction only 欢迎回到一点新闻 日本一名全球服刑时间最长的囚犯 在做了46年的冤语之后 因为法院裁定干的证据遭到警方伪造 谋杀罪名不成立而被判无罪释放 现年88岁的前职业全机首顾田言在1966年卷入一起灭门案 他被指刺死了当时的老板一家四口 包括妻子和两名青少年子女 同时揍过烧屋和掠夺钱财 顾田言原先否认指控 但是宣称在审讯期间遭到警方言行逼供 最后驱打成招 并且在1968年被判处死刑 顾田言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坚持自己的清白 他的支持者也长期抗议 终于争取到法院在2014年下令将他释放 并且开庭重审案件 靖刚地方法院昨天裁定当年的物证 五件沾有血字的衣服被警方伪造 警方也在调查的过程中 对顾田言施加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 违反了他的权利 顾田言终得沉冤昭雪 91岁的姐姐库田言子激动地感谢所有人的支持 有人权组织称赞这次的审判 是日本伸张正义的关键时刻 勾诉日本政府废除死刑 目前还不清楚 库田言是否会寻求赔偿 他是日本二战以来第五名获得重审 而且被判无罪的死求 香港法院判处已经停业的网媒高层 串谋发布或者是复制煽动刊物罪名成立 被判入狱21个月 令人则因为患上了危急性命的严重肾病 获得减刑当庭释放 这次香港回归以来 首次有记者被判煽动罪名成立而入狱 已经停业的网媒立场新闻煽动案昨天下判 在审前已经被拘留10个月的前熟理总编辑林绍彤 当庭获释后离开法院大楼 而前总编辑钟沛权则被继续收押 担决出独之后 香港民众对言论自由感到担忧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见证香港一个剧变的情况 而是很难接受 尤其是很多我们一直相信 回归之后有的言论、新闻 所有的人缺自由 好像都一下子被限制了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 也对采取结果表示遗憾 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盟等国家和组织 则呼吁香港当局尊重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 立场新闻是在2021年12月 遭香港国安处搜查并停止运作 台国的禁食狗肉法案2027年生效 政府宣布将会拨款1000亿韩元给相关的业者 协助狗场主人结业和作为赔偿金 农业部也宣布将会协助将近50万只 为食肉目的而繁殖的狗儿寻找新家 距离禁食狗肉法生肖还有三年 韩国农业部昨天宣布了 给予狗场主人的零售细节 农业部副部长指出 赔偿金以狗场狗儿的数量来计算 农场的主人每一只狗儿将会过得 22万5千韩元到60万韩元不等 相当于220到580新元 越早关闭工厂 工厂业者所得到的别偿金就越多 补偿金额估计相等于工厂两年的利润 政府的这项禁令引发不满 七七二大批工厂的业者 聚集在首尔的政府大楼外抗议 代表业界的韩国肉犬协会主席说 政府的补偿金额不合理 会员要求相当于三年收入的补偿 他们坚持只有在合理的赔偿下 旗下的会员才会关闭狗场 在韩国吃狗肉曾经被视为夏天 增强体力的一种方式 但是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 韩国人把狗儿当作宠物 反对吃狗肉的声浪高涨 韩国目前有1500多个养狗场 和200多个狗屠宰场 大约2300家餐馆仍然售外狗肉 至于针对如何安置50万只狗儿 农业部表示将会提供领养 或者是重新安置狗儿 但是保证不会人道毁灭狗儿 正在面对严重通胀的南美洲国家阿根廷 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处在贫穷线下 那分析将贫穷率节节攀升 归咎于新政府的财政紧促政策 阿根廷统计局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当地上半年的贫困率达到了52.9% 也就是大约1570万人口处在贫穷中 比去年下半年的41.7%大幅上升 这名单亲妈妈谈过的说 由于手头很紧 她只能够尽可能给孩子买一些牛奶 住在首都布伊诺斯艾利斯贫穷区的53岁父女说 即便她打三份工 但是得到的报酬却更少 她还说自从新政府上任之后 就业机会不断地减少 阿根廷总统米莱去年12月上任之后 落实一系列的经济紧缩政策 包括大幅削减对交通和能源领域的补贴 以及减少公务员等等 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弹 而这份米莱上台之后的首份官方数据 证明米莱的政策给民众带来的惨痛影响 阿根廷天主教大学观察站认为 政府削减对慈善厨房的支持 导致更多人陷入贫困 阿根廷全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36.7% 是全球最高之一 澳大利亚这只毛茸茸的棕色企鹅 在网上爆红 是当地水族馆的魔招牌 往后之后带你去看看它可爱的模样 接下来看看各地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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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久不 advoc了 久不见 根本不差 因为兄弟 工作真的有点励我 我不太盯定 也是太多了 我不太不胸 噢 真是的 其实 我曾经过过那在一起 你能记得过那件事吗 我希望我开始做 优吗 我说得有几个老师 and it really helped to make things better I'm sorry I'm making it all about myself I'm glad you shared this with me That sounds stressful Tell me more I'm glad you shared this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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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better than one With Pizza Hut Get two pizzas for just $20 That's 66% off Delivery or self-delegation only 为了去班 我去烧过班 结果 烧了一个洞 吓死我了 幸好 我姐姐介绍我去Shakura Shakura的护理 去班不通 而且又安全 再去了几次护理 我就发现 我的黑班 很明显的淡化了 谢谢Shakura 让我更有自信 除班 美白 我选择Shakura 限时优惠 免费享有一次 Shakura Miracle 除班美白护理 快SMS SU 姓名 发送至72000 意大利水牛奶酪 德国咖喱香肠 这些的传统食品 有什么特色 师承有约 今晚六点半 八频道 你也可以上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 更多师承有约视频 欢迎回来 建屋发展局的数据显示 每十名申购二房市 灵活组单位的 乐龄人士当中 就有九人 选择较短的物器 建屋局的文告指出 二房市灵活组单位 自2015年起推行 截至今年六月底 建屋局已经推出了 53900个二房市 灵活组单位 当中大约七成 也就是38378个单位 已经完成选购程序 57%的申购者 是年龄在55岁 或以上的年长人士 其余是家庭 或单身人士申购 而在申购的乐龄人士当中 超过九成 选择较短的物器 其中5987人 选择了40年的物器 是所有的选项当中 最受欢迎的 其次是35年的物器 共有5300多人选择 文告指出 几乎所有的较短物器单位 也就是45年以下的 售价在20万元以下 而大多在非成熟市镇 推出的较短物器单位 售价是少过10万元 另外鼓励年长者 大屋换小屋的 乐龄安居花工计划 截至今年六月底 已经有2317个家庭 从中收惠 32名男女 因为涉嫌利用空壳娱乐场所 为外籍人士申请我国工作准证而落网 所有的嫌犯仍然在接受调查 人力部今早发文告表示 当局在星期一 同警方在27个地点展开联合执法行动 并且逮捕了17名男子和15名女子 其中一名落网的33岁男子 怀疑是犯罪集团的成员 这个犯罪集团开设28家空壳娱乐场所 并且为外籍人士申请我国的工作准证 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聘请这些人担任表演者 另外31名男女 则涉嫌在申请工作准证时提供假资料而被逮捕 所有嫌犯仍然在接受调查 人力部在文告中表示 表演艺人工作准证 主要是让合法的公共娱乐场所能够短期雇用表演艺人 但是碍于有关的制度被滥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当局将会评估相关的制度 一款在本地售卖的汉鱼宝 因为没有在包装上标签著名含有鸡蛋顾米原 而被食品局下令召回 新加坡食品局昨晚发文告说 当局在650克装的鱼汉堡Econsultant当中 检测到鸡蛋的成分 当局已经指示生产商召回产品 召回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新加坡食品局的文告中说 在新加坡食品条例规定下 商家必须在包装标签上 著名含有已知会引起过敏反应的成分 以保护对食物过敏的消费者 食品局也说 除了对鸡蛋不耐受或者是过敏的人 鸡蛋不会对一般的消费者 带来食品安全问题 已经购买这款食品 并且对鸡蛋不耐受或者是过敏的消费者 受促停止食用 又到了南瓜收成的季节 市面上售卖的南瓜 一般都在好几公斤中 不过您是否见过 体型跟一辆小型轿车差不多的南瓜 英国一队以种植巨型南瓜为名的双胞胎农夫 希望再创世界纪录 眼前这个巨无霸 这是英国汉普郡这对农夫兄弟的杰作 半个多世纪来 他们一直在努力种植巨型南瓜 经过半年的细心照料 兄弟俩成功培植出四个洁心 这些南瓜平均每天增加三十公斤的重量 同时消耗数百升的水 兄弟俩希望这些南瓜 每个能够长到一千五百公斤重 打破去年创下的一千两百四十六点九公斤 建立式世界纪录 澳大利亚墨尔本水族馆 拟来了一只网红企鹅 许多访客特地的到访水族馆 只为了一睹这只巨型国王企鹅的可爱模样 这只名为佩托斯的企鹅 胖嘟嘟的模样引人注目 它是墨尔本这家水族馆 有史以来体型最大的企鹅幼崽 虽然只有九个月大 但是它每天都吃二十五条鱼 体重目前已经重达二十三点五公斤 佩托斯身上的棕色羽毛 让它能够温暖过冬 当企鹅长出成年羽毛之后 体重就会减轻 这个月初 佩托斯的性别揭晓影片 更是在社交媒体上爆红 所以我们很长时间 去找到佩托斯的性格 而且他一个男孩 是非常兴奋的 因为我们最后的 水族馆业者透露 目前已经有四十亿人 通过水族馆的网站和社交媒体 看过佩托斯 最后来关注美国股市消息 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利好 带动华尔街三大股指收高 标普五百指数更是创下收拾新高 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了百分之三 符合市场预期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也显示 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减少四千人 达到二十一万八千人 触及四个多月来的最低水平 表明了劳动力市场的稳定 投资者近代 星期五公布的核心 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这份数据被誉为是美联储的首选通胀指标 在个别股方面 芯片巨头美光科技的第一季营收 比市场的预期来得高 表明了用于人工智能计算的 储存芯片的强劲需求 公司股价狂涨将近15% 其他芯片股也普遍首高 另外有英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说 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 将会放弃每桶100美元的原油价格目标 准备增加产量 消息导致纽约商品交易所 11月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 下跌2.02美元 《毕市报》每桶67.67美元 今天的一点新闻就给您播报到这里 八频道的下一段新闻 释放完6点30分的《诗诚勇约》 也欢迎您到八学界新闻网重文节目 我是黄秀玲 感谢您收看 再会 《诗诚勇约》 你也可以上mewatch 免费学习选看更多以上节目视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钟晴 很高兴有机会在今年的新传媒 《President's Challenge Night》节目中 给大家表演 请记得在11月6号 星期天晚上七点半 在五频道mewatch 或者是medicorp entertainment on youtube 收看我们的现场表演 请扫描荧幕上的Q码 或者是上网到medicorp.sg slashpc捐款 成为星光照亮希望 《诗诚勇约》 这样的背景 《诗诚勇约》 想通文台 《诗诚勇约》 A new chance to try something, to learn something, to live. Going old, that's not for me. I've still got lots of life to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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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喂 莉莉 你姐姐找你 是妈咪啦 二太太 小龙先生走 这道球子服 是替你帮小龙先生求的 合欢神社的合欢服 哇 又凌晨上山 还要爬五千多级台阶啊 岂不是很辛苦才求到 何止辛苦 简直是丢了半条命 辛苦算什么呀 我们是为龙家打工的 龙家好也就是我们好 这也算是一份厚礼 对了 你叫什么 好像没见过你 二太太 我是新来的 我叫阿苏 苏姐 那就谢谢你咯 其实这道服呢 我很早之前就想帮麦克斯 跟真女求了 但是我又没那种角力 其实呢 我也是去帮我真女求的 顺便也帮小龙先生求了 总之要谢谢你 麦克斯啊 要记住苏姐 那你有了小孩的时候 要给她个大红包 知道了 妈妈 苏姐 到时候我妈一个 我和珍妮一个 一共给你两个大红包啊 谢谢小龙先生 那我祝二太太早日报孙子 祝小龙先生三年报俩 你的嘴还真是甜 这个 她真是不简单 我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被我等到这个机会 那你不是很好的 他也就想帮你 你不是想帮你 感谢观看